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倒台的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案件 其中官方起诉书中使用的罕见词汇暗示他可能受到了敌对势力的破坏 这次起诉书中特殊的措辞引起了中国专家的注意 尤其是用来形容魏凤和的忠诚时节这一短语 他历史上用来描述背叛行为 这些措辞是否意味着魏凤和的行为超出了简单的腐败 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的敌人从中获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6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治局 罕见地对两位现任和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进行了弹劾 魏凤和被开除出党并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诉讼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在魏凤和的起诉书中 共产党使用了罕见的词语形式忠诚时节 表示其 不忠失去真操 这一措辞引起了中国观察家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南华早报报道称 这一特殊语言暗示魏凤和可能受到了敌对势力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 实接一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 当时它代表着王权的逐智或青铜权杖 而失去时节意味着背叛或叛逃 在宋朝后期 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那些不守贞洁的女性 如再婚的寡妇 对于共产党来说 这种词语被用作背叛党 和被敌对势力妥协的委婉说法 北京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家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魏凤和是唯一一个 被这种词语的描述的高级将领 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中国观察家们 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词语的深意 他们将其与历史上的几个著名叛徒联系在一起 如前共产党领导人向中发 和间谍网络负责人古顺章 1931年 向中发在被处决前向国民党俘虏 泄露了他所知道的 关于中共及其特工的所有信息 导致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网络被彻底摧毁 而古顺章的叛逃 导致了许多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的逮捕 甚至连未来的总理周恩来也险些被捕 官方历史和媒体常常将古顺章描述为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汉奸 并以实戒来形容他的背叛 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梁 也注意到这次措辞的严厉程度 他表示这种罕见的指控 暗示魏凤和的罪行可能远超受贿 他还将对魏凤和的声明 与对李尚福的声明进行了对比 发现李尚福的措辞虽然严厉 但并没有使用实戒这种词语 梁国梁推测 魏凤和的行为可能让中国的敌人 从中获得了某些优势 但具体情况仍然绝密 外界无从得知 魏凤和是习近平上任后 第一位被晋升为上将军衔的军官 他在2012年11月 成为党和军队领导后 仅10天就主持了晋升仪式 三年后 他成为火箭部队的第一任负责人 并在习近平开始第二个国家主席任期后 于201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然而魏凤和的两位继任者 周亚宁和李玉超 去年也被赶下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阿尔弗雷德·吴认为 这次措辞暗示魏凤和的不当行为 是由于外部因素 他说 当中纪委只是在描述在党内或中国内部 造成伤害的错误行为时 实节这个词并不适用 此外 声明还指出魏凤和 背叛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信任 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环境 对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党的高级领导人形象 造成了巨大损害 魏凤和和李尚福不仅面临党内的处分 还将面临军事检察官的刑事指控 他们是最新的解放军高级军官 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打倒 这场反腐运动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 一直没有放缓的迹象 去年12月 包括前火箭军司令 一名前空军司令 和一些中央军委装备开发部官员 在内的9名将军 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职 中纪委在过去的几年中 创下了因腐败被调查的高级官员 人数的新记录 而今年上半年 中纪委的被调查人数又创下了新高 魏凤和的倒台 和被指控背叛党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中国政治界和军队 许多人开始质疑 这一事件背后 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阴谋 和敌对势力的介入 或许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多的细节将浮出水面 让人们了解 这位前国防部长背后的真相 以及他所涉及的复杂权力斗争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事件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构架 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敌对势力 是指那些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方面 抱有敌意 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 破坏或颠覆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个人 组织或国家 这些势力通常被中国政府视为 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构成威胁的主体 在历史上 敌对势力的概念 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冷战时期 当时中国与苏联和美国等国家之间 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敌对势力范围有所变化 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西方国家及其联盟 一些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因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常常被中国政府视为主要敌对势力 这些国家通过军事同盟 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等手段 试图在南海 台海等问题上 对中国施加影响 二 分裂主义势力 其中包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势力 藏独势力 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等 中国政府认为 这些势力试图通过分离主义活动 来削弱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三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 如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ATIM 这些组织被认为是通过暴力 和恐怖活动 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敌对势力 四 海外反华势力 一些海外反华组织和个人 如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和组织 被视为通过海外舆论和政治活动 来对中国政府进行抹黑和攻击 五 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组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空间也成为敌对势力 对中国进行攻击的主要战场 例如 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和黑客组织 通过网络攻击盗取中国的敏感信息 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在对抗这些敌对势力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 包括加强军事防御能力 加大对网络安全的投入 推动国际反恐合作 以及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等 此外 中国还通过法律手段 如国家安全法 反恐法和网络安全法等 来打击和防范敌对势力的威胁 在国际层面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反恐行动 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反恐合作机制 此外 中国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上河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 来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 从而共同应对敌对势力的威胁 然而 关于什么构成敌对势力的定义和判断标准 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一定争议 一些国家和组织认为 中国政府对敌对势力的定义过于宽泛 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 对此 中国政府则坚持认为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最高利益 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 都应被视为敌对行为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防范和打击 总的来说 敌对势力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概念 涉及到国家安全 国际关系 文化冲突等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应对敌对势力方面 采取了多种策略和措施 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魏凤河的倒台和背叛令人震惊 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反腐运动的必要性 从历史上看 背叛和腐败一直是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向中发 古顺章 这些历史上的大叛徒 无不对国家和政党造成了深远的危害 魏凤河的行为如果真的如官方所描述的那样 那他的倒台正是对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必然反应 楚天书 你这是在给腐败找借口呢 反腐固然重要 但以这种神秘莫测的方式来处理 难道不是更增加了外界的猜疑吗 就像宋朝的再婚寡妇被视为不贞结 这种陈旧的观念能用来衡量现代政治吗 在这信息透明的时代 这种神神秘密的措辞反而显得更像是遮掩什么 难道不是吗 谢琪琪 你真是小看了中国的政治智慧啊 用忠诚时节这样的措辞 正是共产党在反腐中展现的决心和警告 你看看历史上那些背叛的例子 他们的下场无意不是惨烈 魏凤和倒台的措辞不仅仅是为了震慑 也是为了告诉所有人 背叛国家和党的信任是绝对不被容忍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说得真好听 但别忘了历史上也有不少冤假错案 宋朝的时候 不少忠臣良将也是被冤枉致死 谁能保证今天的反腐没有任何瑕疵呢 讲得这么神秘 反而让人觉得是为了掩盖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更何况这样的措辞不仅让人摸不着头脑 还可能激起更多的不安和猜疑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谢琪琪 你总是喜欢阴谋论 诚然 历史上有冤假错案 可那正是我们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魏凤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贪腐 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 忠诚实节这样的措辞 是对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 你不觉得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更需要严谨和强硬的态度 来面对内部威胁吗 楚天书 你这话就像古代皇帝为了维护皇权 动不动就说别人谋逆 当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可是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辞 只会让人觉得是在搞黑箱操作 搞不好哪天 你也会被人说成忠诚实节呢 透明度才是现代社会应有的特征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放心 避免被蒙在鼓里 不然这样的反腐运动 只会让人觉得如同演戏一般 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小伙伴们 这回咱们要聊聊 最近中国政坛上那点大瓜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倒台 不只是普通的下台 而是轰轰烈烈的大戏 感觉就像看了一场高级版甄嬛传 魏凤和和他的继任者李尚福 双双被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治局给弹劾了 还被开除党籍 未来可能要面对更多法律诉讼 这可不是一般的摸摸头 拍拍屁股走人 而是锅底黑 洗不白的矩阵啊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是对魏凤和的弹劾声明里 用了个特别的词 忠诚实节 这可不是随便用的词 这词源于古中国 用来形容统治阶层的道德败坏 简直是历史浓缩精华 在宋朝 这词甚至用来形容再婚的寡妇 那可是不忠这顶大帽子啊 现代中共对它的运用更可怕 简直就是对背叛党和国家的特别处理 北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家指出 这词在中共历史上 可不是随便乱用的 比如曾经的中共大佬向中发 他可是被认为背叛党的顶级叛徒 他的名字一提起来 那就是时节的活例子 还有古顺章 他的叛逃 可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事件之一 直接让不少中共领导人命悬一线 你看 这时节一词一出 魏凤和这锅简直是铁定了 再看这起案件的背景 显得尤为复杂 香港的军事评论员梁国梁表示 魏凤和的罪行可能不仅仅是 贪污受贿的问题 梁哥直白地说 魏的行为可能让中国的敌对势力 占了大便宜 再加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教授的观点 时节这个词更多是指向外部威胁 而不是简单的党内问题 习大大的反腐行动看起来是打蛇打七寸 绝不手软 去年十二月 包括前火箭军司令在内的九名将军被拿下 这次魏凤和事件更是把反腐行动推向高潮 习大大的反腐行动 在进入第二个十年后 没有放缓的迹象 这可是拿起了中国特色 反腐大棒 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总结一下 这次魏凤和的倒台 不仅是个简单的贪污受贿案 更像是中国政坛的一场大戏 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政治博弈 通过忠诚时节这个词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暗示 敌对势力可能在背后捣鬼 看起来反腐斗争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 未来还会有更多好戏上演 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 反腐能不能真正让国家更清廉 政治更透明 这才是最重要的 总之 吃瓜群众们 继续搬好小板凳 咱们接着看戏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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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